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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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儿 你怎么起来了 皇后娘娘送来了 红绳汤滚的野鸡崽子 您可要用一些 不必了 我四日里抄的那些玉尸呢 都放着呢 您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快拿来 那些都没抄完呢 这天都黑了 主要没有用膳 何必去碰这些费精神的活 拿来 是 以散贤愁 诸玉园 无端番智暗销魂 但逢锦雾 是锥香 是爱觉凄凉 不人焉 只是那年皇上来元明园 当年孝贤皇后所写的诗啊 皇上 对孝贤皇后念念不忘 太日若我去了 太日若我去了 皇上是否也会想起我呢 主儿 您说这些不吉利地做什么 您身子虚弱 禁不住这样熬着 好 臣妾能为皇上做的已经不多了 换给我 换给我 你还年轻 还会有孩子的 臣妾知道自己身子若难以犹豫 喝了那么多年药 好不容易饶了十二哥 却还是没能留下他 但是臣妾对不住皇上 是孩子福报 你别总是责怪自己 臣妾留不住孩子 也无法将这一世的恩情 回报于你 能做的 就只有将您的一世 抄成册子 他日 如果臣妾真的跟孩子一起去了 皇上也能看着臣妾的笔墨 留个念想 你别胡说 他医院的人 盖了一些宁山的药 正为你喝 好 你 realmente在那些孤儿 那些婚would 她是最大的 限制 离 不可以 他们有很多 再到那些婚 孤儿 number 那些婚 淑妃 等你好了 朕要与你冲头来过 皇上 把房子给她 让淑妃按时服药 朕得空会多来陪陪她 是 皇上对主真是疼惜 肚子